他们来了 这 牛努力 快进来 进来呀 阿姨好 好 你好 你就是牛努力吧 是我 我经常听小俊跟我提起你 说你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 是吧 来吧 快进来 是 这位是 宋华南 我的一个朋友 你好 你好 坐 敢问牛先生在哪儿高就 我是军人 在某某旅 某某营 某某连 我们这番号不能随便说出去 请理解 我是坦克兵 理解 理解 坦克兵好啊 据我了解坦克是一个很高大上的武器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一直就是个军人 所以我打心里对你们军人 非常的钦佩 谢谢 我也很钦佩医生的职业 谢谢 只不过您今天的这身装束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 这身衣服是他给我买的 其实我也穿着别扭 因为我们当兵的 很少外出 只有外出的时候 才穿这个便装 平时都是军装穿习惯了 我穿这便装有点 有点傻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们平时训练比较苦 应该大多数都穿那种迷彩绿 我没想到今天你会穿上这种变装 我是想说 真的挺帅的 其实我 其实穿的 他老说我 穿的比较好看的是长服 对 小牛啊 我真没想到 你们军人 还挺能夸自己的 我 我是不是话说得多了 没有 我 我 我 不不说了 对对对 阿姨 这是我给您买的 这么客气 我 蜂蜂姜 燕窝 都是 特别适合您 特别感谢 但是我最近好像有点血糖高 所以 我不知道能不能吃这些高糖的东西 没事 阿姨 那就等您身体康复了以后 你再慢慢 什么 什么叫身体康复啊 我跟你说我病了吗 阿姨 你不是说你那个血糖高吗 那三高就是血糖 血脂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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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那个 黄南 你说 医生 专业的 听他说 阿姨是这样的 从医学角度来讲呢 三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或多或少的有些变化 不过 以我对您的了解 您非常的健康 你看 是 是 健康肯定健康 阿姨气色一看就 特别地年轻 漂亮 健康 那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怎么意思 你这不是诚心的吗 诚心什么 没事 没事 阿姨没事 不喜欢我 下次就买点别的东西 我不了解阿姨的口味 我不了解阿姨的口味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什么时候血糖高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怎么不知道 我还想问你呢 你是怎么当女儿的 我都已经高了半年多了 你怎么不知道 你又没跟我说血糖高 我怎么知道你血糖高呢 阿姨 我给您学个苹果 这样 这样去 今天这是 怎么的 一档子事呢 行了 行了 你也不用诚心地编排我了 今天是请牛努力过来吃饭的 这算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她是你的普通朋友 华南也是啊 都是普通朋友 在一起吃个饭怎么了 不可以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错 对 您请她过来吃饭 好 那我走 什么叫你们俩可以走啊 不客气 不客气 我们俩出去吃 别别别 别别别 什么叫你走啊 你别别阿姨生气 你这没礼貌啊 这里还有客人哪 那个 阿姨 两位 是这样的 我突然想起来 我医院还有点事 我下回再来拜访 好 华南 你等一下 你坐着 你别走 我知道你医院没事 坐下 坐下 进了这个门都是我的客人 有什么事 商量干再说 好 他不走是吧 那我们俩走 走啊 老天 今天 你到底走不走 我看谁敢离开这个家 不是说 咱们俩走 你不走是吧 我走 你别别 你别忍心 别拉我 没事吧 怎么回事啊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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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咱俩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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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口子 没事 没事 太不懂事了 你是他岁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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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了 那么小 走了 等等 亮亮也不回来了 咱们把它吃了吧 别浪费 别 别 别 我不吃 你也别吃 那没准她回来了呢 她只要能吃一口 就算我没白忙过吧 这么多年了 把这当妈的 好不容易给她做顿饭呢 好 那你说你 这些年你就不想呢 怎么可能呢 但是人是挺有意思的 好多的事情 真的是要经历过了以后 才知道 其实 当年如果 我能够为亮亮多想一想 多坚持坚持 日子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她 她连一声妈都不肯叫我 她 有五的时候 前那个 家庭信息 母亲那篮 她写了一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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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 有些人得重新选择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离开他的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 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可能再重新来 是啊 你说 一会儿也十几年了 能 过得怎么样 还是一个人 那能怎么样 那你呢 想过 你儿子不让 满屋子挂的全是摄影头 明着说是担心爷爷的健康 其实就是看着我 我只要一有什么想法 马上一个电话 你狂轰乱炸 我跟你说啊 你儿子的心里啊 其实装着你呢 只顾他嘴上不说 明天 我送你去吧 你 我 你 可能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要说还真得感谢他这爱好 他要是不到处拍照片 我们俩还认识不了 是 小军 我敬你一个 宋华南 今天正式地给你介绍一下 你有努力 他是我男朋友 妈 既然今天人都来了 我也想说说心里话 你有努力 他是我心里认定的那个人 我想跟他在一起 希望您能成全我 小军啊 你今天这种场合说这种话 你觉得合适吗 咱们不合适了 阿姨 我还是先回去吧 那 回头再说 妈 你干什么呀 您看把人尴尬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想跟他结婚的 我是想跟他结婚的 结婚 你们俩都 都要准备结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阿姨 你 你相信我 我会给 我 我会给他幸福的 你怎么让他幸福 你说幸福 我就相信你会给他幸福 什么奇妙 好 好 既然你是在部队的 我问你 你有关闲吗 你一个月 赚多少工资啊 我是三期事关 一个月 八千左右 那我们小军 可是你的好几倍呀 车怎么醒啊 小军 女强男弱 不会幸福的 你听我的 为什么不会幸福啊 我愿意啊 我有钱 我可以养他 再说了 我们两个都年轻 是吧 我们俩可以去 去用双手 创造未来吗 那既然他说了 小牛啊 到 那你就跟我说说 你未来是怎么打算的 有没有规划 其实之前我也很纠结 我也怀疑过自己 能不能给他幸福 但是后来我告诉自己 要勇敢地 去面对这份感情 相信自己 所以我们俩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作为军人 我会保护好这个国家的 作为 他的丈夫 我也会保护好这个女人 我如果退伍了 我能有个三五十万吧 我开个店 开个洗衣店 开个什么 军人确实要面对这一步 我真的希望你能相信我 相信我 虽然我现在比不上很多同龄人 包括刚才坐在这里面 可能我没有他们有钱 没有他们有所谓社会上的地位 没有房子 但我有一颗心 有一颗对他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心 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说完了 爸 我相信你 在以后的未来的一个日子里 你是会成功的 我也相信你 可能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但是 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而且 年龄也真是不小了 我不敢拿我女儿的青春 来读你的未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妈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你说的都对 但是你相信我的眼光 我又不是傻子 我是成年人是吧 您给我们点时间 你也给牛努力一点时间 我相信我们一定 能过上好日子 是吧 你喝饮料 咱们俩一块儿敬妈一杯 来 妈 你输得起吗 我就不会输 我认定他了 谁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但是小俊 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 是不会幸福的 你现在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但是总有一天 妈妈说的一切 都会一一盈演演的 我有点累了 今天就这样吧 妈 坐着来吃吧 来 多吃点 吃啊 我 我先走了 牛努力 你上岗去啊 我妈两句话就给你怼了 咱们俩的事 先放了吧 你也再想想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妈说的有道理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 不会幸福的 好 今天出了这个门 咱们俩就别见面了 谢谢你啊 跟你妈好好聊聊 这样子 咱们俩 咱们俩